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刚刚的程式在这边 请各位看一下 另外有个地方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有没有 我加了一个什么 加了一个向下追踪的功能 什么叫向下追踪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把它输入是10的话 那这个时候 比如这边原来是10 我如果不向下追踪的话 那它会卡在那个地方 有没有 如果说我今天呢 比如说我又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几个人 假设我用上面一样的 我们用假的资料 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跑到这边的话就停了 下面什么 不会跑 OK那怎么办 关键的地方 如果你要做出那个什么追踪的话 请你把这个改成 我刚刚写那一行资料 那其实主要它的 它的做法 主要的那个功能就是这样的去 就是一 我要先找到一个储存格 追踪 追踪的话就是 有点类似 你游标放在A2好了 然后呢 追踪就Ctrl键按住向下 Ctrl键向下会怎么样 它会自动追踪到 你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特别重要 范围意思就是说 你中间不能有空白的 如果是空白就断开了 就变成两个范围了 才想说 Ctrl键 老师为什么中间追踪失败 因为你中间有空的 那空的就不是连续范围 OK这个概念应该有 所以理论上 你要追踪的话 请你找到某一栏 是不会没有资料的 通常是编号 因为没有那种 编号一定会有资料 你没有说这个编号没有 然后后面有 那这一定是资料有错误 所以理论上追踪的就是A欄 大概是这样 那追踪的逻辑上 Ctrl键向下 它会回传这个13给我 那这个写法 如果以那个VBA 翻译成VBA的话 其实一 就是你要先找到那个储存格 那储存格你除了可以用Sales Sales之外 另外有一个就是Range 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我是建议用Range 为什么 因为Range的好处就是一个字串 直接指向哪一个储存格就好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用Sales的话 你变成要刮弧2 豆点A 这样感觉颠倒 而且打的字数会比较多 另外的话Sales你点下去 这边会提示 但是Sales不会提示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用Range 有的时候用那个Sales 在回圈里面一定用Sales 因为这个是数字 回圈里面只能用数字 不能用文字 这个可能要注意 然后追踪的话就打一个E E的话End End就边界嘛 OK 所以你就选End 在钱瓜虎 这个要自己打一下 钱瓜虎之后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 你要End就能Ctrl追踪 追踪哪个方向 那有上下左右 那你告诉他说 你要向什么 从A2向下追踪 OK 你就用选的 我建议用选的不要打 因为这是XL 之前有同学自己打 打X1 不是E 是XL OK 后瓜虎一下 好 那这一句话意思说 我Ctrl向下 那最后你要跟他讲说 那你追踪到的那个列 告诉我一下 所以后面点什么 点Row 意思说 请你向下追踪之后 把这个Row 是哪一个Row 就是这个 13的 帮我把这个13 返还给我 所以他就把13丢到这边来 所以这边就变13 OK 所以这一句话的叙述是这样 你还蛮好记得 这一句话 我建议是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因为你又一定会用到 不然的话 你每次 总不可能说 一直在改成4吧 10变13 你就打13 那13 15又变15 那一直在改成不可能 好 那打完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都打小血的 一开之后变大血 有没有 那表示没打错 如果他还是维持小血 表示又打错成4 OK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句话执行之后 你会跑到这边来 那清除的话 特别之后 他只清到这里 因为这边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10上面 然后这边一样把它贴上去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的话 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 你就把它写在笔记本上面 照着打也OK 好 那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我向下追踪的 这个OK了 你会清楚 这个也OK了 因为他会向下追踪 那清楚也会追踪 那也就是如果今天 我把这个删掉的话 他也会到这边就停下来 到这边就停 他不会一直往下跑 这个也是一样 好 这个是有关追踪的部分 这个其实没有很复杂 但是就是 哪一个储存格 向下追踪之后 的那个列 当然这个也可以分两行写 不过我觉得 这个分两行写 好像太麻烦 你干脆就写一行 因为我城市写作的习惯是 城市越短越好 如果可以写一行 我就不写两行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还有我的城市有个特色 城市除了短之外 越直觉越好 一看就知道在写什么 OK 所以比较少用那种 物件导向式的写法 那坊间的书籍 很喜欢物件导向式写法 看起来非常厉害 但是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OK 所以你看坊间书籍 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发现 什么写成这样子 好厉害 完全看不懂 那是给高手看的 所以有很多同学拿书问我 老师这本书适不适合我看 我会跟他讲说 这本书比较适合我看 后来他就说 老师不如这一本书送给你好了 好 那我当然就心然就接受了 好 那我帮你把这本书看一样 消化盘我再告诉你好了 对我觉得真的 因为你买书回去 真的你不见得能够看得懂 OK 好 所以这个部分完成之后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一样要把它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那个function 有没有 插入程序 那也许我们做一个什么 刮胡字算后面加一个函数 所以这边插入程序 用function 名称的话我改一下 加一个函数 OK 这个才刚讲 对不对 不过其实可能你们还不习惯 我再来讲一下 因为他是互动的 一 他会跟你要什么 要一个资料 所以我们就把资料放在这边 他就跳出来 一个框框 资料 所以他会选什么 选前面的东西 那我们应该怎么呢 就是他把它给我的资料做什么 其实理论上 你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差别跟上面的sub差别就回圈里面的东西 一个是互动一个没互动 那其实就是这个sale改一下 怎么改 其实你可以拿for回圈里面的东西把它复制过来 二的话就是把它缩排往前 刚刚是向右 因为我们少一层 所以shipped按tab 往前了 这个叫凸排 缩排 ok shipped按住 我再按tab 他就缩回来 那这来就是 其实你只要把A改成资料就好了 因为我们其实是从A拿资料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把什么 把这边只要是salesA栏 salesA栏的东西 这个改成资料 那B的话改什么 可以这个不就好了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差异的 有没有 一个是去那边抓资料 一个是丢回来到哪里 差别在这里 好 改完了 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到我在做什么 不过可能你们如果一下子还没办法反应过来 没有关系 回去多乱个几遍应该就熟了 这没什么技巧 就是熟不熟 你熟了就觉得很简单 你不熟就觉得好像还是要认一下 看一下好像大家同学都在那边两眼无神 感觉快要下课了 大家上班很辛苦 好 没关系 那我们来乱一下 这样就改完了 所以基本上salesA有没有 把它改成资料 为什么 因为salesA就是资料来源 B的话就是输出到哪里 输出我们理论上是输出给这个函数 好 那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先清除掉 插入函数 有没有使用者制定 应该有 有没有 有 好 再来的话 资料给他 过来 没有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好 理论上应该有那个样子 但是还有一点不足 什么呢 0 为什么是0 因为请特别注意一下 跟刚刚的地方有哪些 因为他这个方选 如果你最后什么东西都没塞给他的话 他就是0 他的预设值是0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有找到资料 他才跑进去 如果没 有刮壶的话 有刮壶才跑到这里面去切割 但没有刮壶他跳过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没有刮壶的 他最后就变成这些里面 就维持原来的状态 就0 所以怎么改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两招 就是你可以在第一行的地方 干脆给他初始值了 初始值我就直接把他改成什么 等于0 不是等于没有东西 好 这样子的话 你再去让他一下 不见了 意思是说 我改变他的初始 因为他初始就0 没有做任何事情 就是0 可是我不是要0 我要没有东西 所以我在刚开头的地方 我就给他这一行 意思是说 我先把你里面的东西0改成空的 这样输出就不会错 这是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话 就是逻辑里面 你可以改成两重的 这边再多一个else else什么呢 就是如果他里面是不等于0 就是说有刮斧的 如果没有刮斧的 你就把这一个放到这边来 不要放这边 放这边 这样也OK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是有刮斧 我就做 没有刮斧 我就变成没有了 哪个方法简单 好像刚刚比较简单 为什么要写这个 因为下个礼拜要讲的会多这个 所以顺便讲一下 写程式 我跟各位讲 没有标准答案 就要看你要怎么写比较顺畅 当然你刚刚这样写 是比较少一行 可是感觉上逻辑好像就有个欠缺 好像这样的逻辑会比较顺畅一点点 所以有的时候你程式怎么写 还是要取决 就是你要 让起来看起来比较顺眼吧 这样感觉比较顺眼 所以我可能会这样写 OK 好 看什么意思 最后写完的程式云端上也有 所以请各位让一下 我刚刚主要两个中 一 追踪 二 自定函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今天其实已经讲的算 又相对的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回去真的要 再多花一点时间 然后 程式这种东西 真的不是与天俱来 真的天才没有几个 真的是万中悬一 很少我遇到那种程式 本来就很厉害的 那怎么会厉害 怎么会学得好 就是真的还是要下一点 下一点点功夫 就是花一点时间 那我尽量把大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逐一的把它先 这个解决 就是整理出来一套 简单的方法 所以回去你只要按照我上课讲的 你先把它练手 那这些东西之后都还会遇到 反复反复的遇到 我只会在程式里面 再多加一点东西 再多加一点东西 所以如果你前面假设不熟的话 请务必还是要把它练手 OK